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猫向编辑部的《笑声猫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我是许杉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样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的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在旁边剥花生看这件事真的相当过瘾 話說現在大渣哥茶記 正所謂人窮施舊債 正常的 沒錢花當然要找一些舊債主 舊債賺了一點 正常的 沒錢花當然要找一些舊債仔 拿幾元來洗一下 哎呀 你說一般人是非同路人 例如我們 你也好 我也好 或者其他人欠大渣哥錢 你問他 叫他還錢 說現在不太行 這些街數馬上收回來 舊一舊大渣哥 都是叫他正勞 不是呀 原來現在竟然 入品向無記葵聰的一間附屬公司 就向他們追回98萬港幣 不過我們看到入品狀 沒有透露了什麼協議的詳情 正所謂的 黎明有一句金句 不知道是台湾劍不記得了 我手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對呀 暗淡肉 怎麼辦呢 如果現在來說 如果你是黃豬的話 挺好笑的 他們就說 糟了 今次撐哪一遍 撐屈鬼呀 當沒事發生吧 不撐的了 糟了 現在大渣哥就不行了 他們就欠糟了 現在需要大家去吃 你吃了沒有呀 撐屈 然後另一隻黃豬就說 我吃了啦 大渣哥還讚我們 剛剛那個星期六天看到很多人排隊 CCTV拍到我的朋友 他很開心 哦 這樣啊 哦 可以怎樣呢 所以現在你看到大渣哥入品 就向無記葵聰的附屬公司追債 他們就覺得很嘩然 蛤 為什麼你要追無記葵聰呀 因為那時候無記葵聰一說上市的時候 他們又說要買他的股票 什麼風骨投資法那些 記不記得嗎 沒錯 有風骨 真的好笑 誰說的呢 即是類似這些 買無記葵聰 或者買壹傳媒的股票 都是一種風骨的投資法來的 即是買股票也好 投資也好 什麼也好 都要講求這個風骨 你不要跑去買那些什麼 939 還是怎樣 什麼來的 大家自己按吧 這件事先 我們沒有持有剛才上述的幾隻股票 先說清楚 因此現在他們覺得 蛤 大渣哥 為什麼你要這樣啊 我們有三筆政策的口號啊 三筆是什麼啊 就是不切割 不睹灰 不批評啊 現在沒有批評 沒有切割 沒有睹灰啊 只不過是要回一些舊債而已 追回一些錢而已啊 這個渣哥 有名叫吧 大渣哥嘛 代表什麼啊 別管了 別管了 會亦要加渣哥 同屬鑽 再加渣哥 看看有沒有利用價值 原來有顆腎石排出來 腎石也拿出來 有什麼用 還會流動 都拿出來說 糟了 對不起 現在有腎石等 都會出來了 希望大家多吃幾個餐 現在就說要賣種 当然入品的这家东西也不是丁丁饭或丁丁面 一丁就立即入品入得到 我想他事前也做了一些功夫 某程度上之前毛记跟他有些谷奏 大渣哥想用货价或赈灾价 原价就买了毛记的股权 毛记接近有一半都在他手上 当然大渣哥比较多 那时候大渣哥用不到好价去买 毛记没什么特别出声 但大渣哥的意思是 大渣哥这东西是我们的 我们的团队搞了很久 管理了很久 否则到时候我们意庆难生 我们就不做了 对啊 不做了 怎么也好 就算你们两个在吵 吵吵吵吵吵吵也好 你喜欢帮大渣哥就帮大渣哥 你喜欢撑毛记就撑毛记 他还有没有出版一百毛的垃圾雜誌 我没有听过很久了 好像没有一件事 我去到香港那几次 我也有去一些布摊 便利店看看一些雜誌 看看有没有看到一百毛 毛都不见 没理由跟我说 不要跟我说 毛都没有一条 毛都没有一条 数毛都没有 一百毛都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真是的 好笑 就算这样 你们都在社交媒体过完两天就算了 现在令到那些黄猪最心痛的是什么 为什么你找大渣哥打压他们的人 甚至乎把他们很多意识 或者他们口中请他们吃过鱼蛋烧米饮食的年轻人 那时候渣哥开出来就请这些人饮饮食食 甚至乎 黄之锋 譚文豪 全部初选案 就要他们三年 在里面住了超过三年 还超过这个日子 毛孟静 你想想 如果在黄猪的角度 他们一定 千之心插在心 为什么 这个不义政权 这个香港的法治已死 为这个政权服务 所以将他们定性为暴动 还是暴徒 没错 此仇未报 不共大天 大渣哥 你竟然找法院 帮你去追一百毛 你再利用不义政权的司法制度 向毛季追债 蛤 这样的话 大渣哥应该要踢出黄圈 所以他们很有趣 他们去到最后一刻 又或者去到 要画公仔画出场 才会确认 确认 对方已经变了折 大家还记得这些例子 你是要他真正站出来 承认 这个黄色经济圈 是废的 没有用的 好像阿浦泰 那个前老板林景南 站出来 和黄色经济圈割席 那些黄珠才发觉 原来阿浦泰已经不再是黄色经济圈的一员 一个一个之后就和他割席 不过林景南很厉害 当他说出这些话 没多久之后 他整盘生意就卖给泰国财团 对了 就是卖给BIGC 全身而退 翌日蹲完监 再回到泰国 和他的老婆家人 受阿迪卡 你们在香港 回来说大渣哥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 有没有搞错 区区的98万 就算你多厉害毛记 也好 我觉得 怎样都不要 找到要去入品 这么肉酸 搞到 在Facebook 或者在社交媒体贴出来 叫毛记 麻烦了 就还钱 或者礼貌一点 软转一点 就说 现在欠了150万 年日来 黄猪已经绝绝排队吃 但是吃来吃去都吃不够 或者食材的成本又上升 这样那样 迫在眉睫 希望 毛记葵冲这家附属公司 就 建置 不是喝水 建置即还 那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他没有 竟然选择 找他们眼中的 不移政权的司法系统 来追讨这些债行 那我就觉得 明显 自己在行为上 跳出了黄色经济圈 对吧 所以现在 除了追这98万之外 还要到时成功的话 就要付利息和仲费 给仲费的话 等于到时法院方面 又会有钱收 你间接就付钱这个政权 对啊 对啊 仲费了这个政权 不过老实说 大渣哥有交税 或者其他不同的费用 和政府部门有关的 其实也有付钱这个政权 不过 他说要支持黄色经济圈 他们有另一个解说 不过 如果你说大渣哥有没有得扭 可以解释 就觉得 你这个无忌 和这个不义的政权 都一样不义 找他来追债 最好不过 又有趣 大渣哥有没有在社交媒体 说这件事 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台阳或者各位听众 心态是比较善良 还有用一个善意去看这件事 记住 这些什么大渣哥 这些渣都不如粉 大粉哥 不如你叫 为什么呢 其实有原因 如果他觉得这件事 说出来 可能会被一些同路人 骂自己 例如我们刚才说到 你为什么要入品 来追无忌 自己 撕了便算 大家说好 拆好便算 同路人 为什么要被人说 被人笑 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渣哥 我一质而来 他始终担心 有利自己的东西 马上有这么大放 就像维港放烟花 这么大过烟花 如果对自己 怕有换来的伤害 当然 几大都不要说出来 或者看一看 舆论的风向是如何 接着再说也未遲 不过现在你说入品 当然 大渣哥可能也有些水军 喝大渣哥的奶茶 喝得大 喝得上了老 整个老都是奶茶 就会帮大渣哥说不定 可能说 无忌又是坏的 有钱都不还 现在大渣哥欠租 危急存亡下 你自己又还是上市公司 区区的100万都不到 为什么不还给人 现在你这样 不还你可能是鬼 这些会不会是这样 是吧 有机会的 对 一分钟 你们只会支持大渣哥 现在他找政权帮手追 100毛钱 我说他才是鬼 接着会变成什么 就是鬼打鬼 鬼打鬼 没错 现在就是这样 正所谓鬼打鬼最好看 我们买好花生 一起看看他们怎么死 没错 你觉得 毛记会不会还钱 毛记 我想会拖一下 不过又不是真的很多钱 可能毛记 如果年98万都还不到 毛记看来也是 极可危的一家公司 肉之后事如何 有请下回再分解 会不会有100毛那边 比98万 毛就有条比你 要不要 毛啊 会不会呢 没错 好 我们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